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建议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泰哥 这个朋友用水培的方法种植的水果黄瓜 现在根系出现一些腐烂 然后问是什么原因 我告诉他 我说可能是根系缺氧 但实际上最终还是因为根系缺氧 但是呢 这个朋友刚开始的时候 测的时候 营养液的氧气呢 是超过4毫克每升的 但是为啥说 在这个季节 4毫克每升 不管用了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测的 这个溶解氧的时间呢 有问题 这个一般情况下 这个温度越高 这个营养液里面的 氧气含量也会越低 好比说冬天 就会高于夏天 然后早上去测的 和中午去测的 这个营养液里面的氧气含量就不一样 然后这个朋友呢 他是每天早上 去棚里面测一下 然后后来我说你中午去测一下 或者是下午 然后他是下午一两点测了以后 溶解氧就是低 所以说呢 我们在做水培种植的时候 我们测溶解氧的时候 一定要在每一天 这个氧含量最低的时刻的时候去测 这个时候 不能低于4毫克每升 那边上去测溶解氧 在这儿 早上去测的 脂氧 放